真言十七章 设业满屋 大家相争 不如有块干饼 大家相安 扑人办事聪明 必管辖一修之子 又在仲子中同分产业 顶为炼银 卢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行恶的 留心听奸诈之言 说谎的 恰听邪恶之语 细笑穷人的 是主莫造他的主 幸灾乐祸的 必不免受罚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鱼丸人说美言 并不相宜 何况君王说谎言呢 魏禄在窥送人眼中看为宝玉 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遮掩人过得寻求仁爱 屡次挑错得离间密友 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 强如责答愚昧人一百下 恶人只寻背叛 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 奉猜攻击他 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 不可遇见 正行欲望的愚昧人 以恶报散的 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分争了起头 如水放开 所以在争闹之前 必当止息争静 定恶人为恶的 定义人为恶的 这都为耶和华所证悟 愚昧人既无聪明 为何拿手 为何手拿 嫁淫买智慧呢 朋友乃时常亲爱 必行为患难而生 在临舍面前 击掌作宝乃是无知的人 喜爱争静的 是喜爱过犯 高丽家门的 乃自取败坏 心存邪臂的 寻找好处 舌弄是非的 现在互换中 生于妹子的 必自愁苦 于完人的父 毫无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食骨枯干 恶人暗中受贿赂 为要颠倒判断 明泽人眼前有智慧 女妹人眼前望地极 女妹子是父亲 仇烦 许母亲忧苦 刑罚一人 为不善 辞打君子 为不义 寡少言语的 有知识 性情温良的 有聪明 女妹人若静默不言 也可算为智慧 闭口不说 也可算为聪明 您好 您好 敬身 再敬身 听说